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普通朋友聊聊天也不行吗 我知道你们只是分享日常 那我们筹备订婚典礼的那天 你还记得我说过 结果要买什么吗 在一起聊年 生日快乐 他不会忘记 任何一个重要的节日 好 你笑什么 傻瓜 看你开心我也开心 快吹蜡烛吧 他也不愿意陪我去很远的地方 打开网红咖啡店 我星星今年那么久的网红店 你终于有时间陪我来了 来 我先拍张照 黑泽 你给我拍好看点 喝吧 嗯 他愿意迁就我 满足我所有愿望 宝贝 你是我坚定且唯一的选择 嫁给我好吗 黑泽 你看那有人求婚 好羡慕呀 听说这低阿钻戒 男生一生仅能定制一枚的呢 我们结婚也买这个吧 你挑的就是最好的 小闪了 月月 把明天的方案改一下 关机微信了 好的 顾总 我马上要改 黑泽 我改个方案 借你电脑用一下 好 我这个月竟然是小光 我以为他一直在记录我们俩的生活 没想到在过去的两年里 每一天他都在和别人飞翔那场 我可是十年天长粉丝了 我也是 你笑什么 傻瓜 看你开心我也开心啊 你介绍那家网红咖啡店 打卡成功 黑泽 你给我拍好看点 喝吧 才说完你就去了呀 我挑的白色 闺蜜挑的黑色 哪家好看 你挑的就是最好看的 听说这低压钻戒 男生一生仅能定制一枚的呢 我们结婚也买这个吧 你挑的就是最好的 恭喜啊 那请你吃饭 庆祝一下 好 明白了 地方见 那么任性 我却做你却不得往复 那我们想想想 人呢 月月 你听我说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普通朋友聊聊天也不行吗 我知道你们只是分享日常 那我们筹备订婚典礼的那天 你还记得我说过 结婚要买什么吗 我想起来了 你有买灰沙子吗 我说的是低压钻戒 你想要买什么 我给你买知识了好不好 低压钻戒是唯一 是偏爱 是坚定的选择 我以为的每个 只有我们的瞬间 原来都穿上着 别人的印记 你又凭什么让我觉得 我是你的唯一 分享日常 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 当你选择分给别人开始 我们的爱就不再纯粹了